好 今天的全球现场要带您持续来追踪俄罗斯总统普丁 到访大陆的最新行程 其实这一回普丁的到来除了是宣誓稳固中俄关系 对抗西方霸权 外界也发现到了普丁真的是超强体力 今年已经71岁的他 两天大陆行程之紧凑活动之满档 被形容简直是特种兵旅游 在16号的清晨时分 很多人都还在睡梦中 普丁已经搭着他的专机 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北京 而且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好多重要大事 除了完成了习普会 谈了重大议题 签了合作协议 甚至在离开北京之前 还加了一个行程跑去了中南海 跟着习平平两个人非常惬意地 坐在一起喝茶 散步聊天 看风景 不过谈的是很严肃的俄乌议题 那到了今天清晨 又是在清晨时分抵达了哈尔滨 北京哈尔滨大家也发现 为什么都是选在清晨 天都还没有亮就抵达 也被戏称普丁会不会是 连睡觉的时间都想省下来 好 哈尔滨我们也提过了 他所在的这个黑龙江和俄罗斯 有五个地区是国土接壤的 因此在地缘政治上 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普丁的其中一个重要行程 就是前往中俄博览会 也见到了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 普丁在致辞时就表示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将会更加强大 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一起来听 普丁抵达开幕式后 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会谈 随后两人参观了博览会 聆听新能源业者的讲解 韩正是受到了习近平的委托 陪同普丁访问哈尔滨 普丁表示 俄国欢迎中国企业入驻 也准备好提供中国投资家 经济利益及协助 普丁访问中国大陆的第二天 来到了哈尔滨 那第一站呢 就是在大批车队的护送之下 前往了纪念二战中牺牲同胞 好 前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来献花 中俄两国仪仗对列队致敬 现场是简单隆重 普丁手拿一束红玫瑰 带着I7表情走向纪念碑献花 左右两侧两位俄罗斯艺队士兵 跟在身后也线上了红玫瑰 致敬在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中身亡的 前苏联红军烈士 普丁在纪念碑前 低下头停留约十秒钟 才转过身离开 那普丁在哈尔滨访问中 还包含参加中俄博览会开幕 访问教堂 以及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进行交流 其实这一次普丁也展现了 他不同于以往都比较高高在上 比较严肃的作风 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插曲 发生在普丁和习近平 当时他们是聆听一场音乐会 普丁上台致辞 结果一连串讲了很久 很长一串的俄罗斯文 忘记要保留一点时间 给翻译翻成中文 全场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那普丁发现自己的失误 说是因为大陆让他冰至如归 让他有家的感觉 才会不知不觉的一直讲俄罗斯文 那直到有大陆让这个普丁有冰至如归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俄乌开打之后呢 俄罗斯虽然是遭受了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 但是另一头其实普丁也不断的 从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了经济活水 像是两方在过去的一年贸易额 创下了超过2000亿美元 这是历史新高 那包含现在呢被欧美国家喊着要抵制的大陆电动车 现在在俄罗斯可是卖得很好哦 像是销量第一第二名都是来自大陆的厂牌 第一名叫做这个极客 这个卖746辆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卖出了700多辆 那第二名的品牌叫做一气 好大概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比亚迪 大家也觉得怪怪的 不过呢总之这两个大陆品牌的电动车 现在在俄罗斯可是卖得很好 那另一个影响更大的是双方宣布扩大能源合作 现在全球不都陷入了能源短缺 像是台湾不停的缺电停电跳电 不管怎样就是缺电了 好电费上涨之苦我们现在也在承受 那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他是宣布要扩大的 向大陆来输送天然气 所以就看到了中俄经贸能源上的互惠往来 被认为了是做出了泱泱大国互动的一个良好示范 好我们就回过头看这个大陆的电动车 等于是现在也深化了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那大陆媒体记者实际来走访莫斯科 发现呢真的耶 大陆国产电动车现在成了畅销的抢手货 根据统计四月俄罗斯电动车总销量排名 中国品牌就占据前两名即刻排名第一售出了746辆 那占总销量的三分之一 排名第三的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本土厂牌 卖出了203辆 第四名是德国大众 第五名是美国的特斯拉 大陆国产电动车在俄罗斯受到欢迎的程度是可见一斑 好不过也看到了近期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友是不断的谴责 好北韩说呢北韩不停的私下提供武器给俄罗斯来攻打乌克兰 但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今天是透过官媒放话说北韩开发的任何武器都是在针对南韩 好北韩官媒的媒体报道呢金宇正是重申北韩所提供给俄罗斯武器 这样的说法是无机之谈说那些武器通通都是为了南韩所准备 并没有像其他的任何国家出口武器 金宇正还强调北韩近期频频公开自制火箭炮飞弹等消息 就是为了要防止南韩轻举妄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